我這個還下不掉現在 能不能給我也離譜一下 阿蕾完美 我也離譜了一下啊可以那大家都大家既然都離譜那就沒事了啊 羽龍 真 這把羽龍 12羽龍 我竟然沒見過說實話 我這賽季打到現在沒見過12羽龍 這經濟流的有點難受啊說實話 吃不到10 吃不到10我感覺就崩了 羽龍是個 追23名的陣容 就要吃雞得很糊的 而且要中期打出壓制別人不能糊 他是一個 理論上是一個第二第三的陣 不要開出盾我能贏 別開出盾 作弊 露露 不要兩個都變 我不說話好吧 少輸一個 哎呦 天啊 我要個前排 我要個前排 兩格鬥兩護衛四前排 四前排拖鳳凰啟動 不可能法暴無盡 能保住連勝這樣 哪怕他是一個狂圖兩星塔姆 我覺得我也能保住連勝 除非他作弊 他只要不作弊 我應該能贏 是不是 前排上去 鳳凰才有戰鬥力的 你要跟我兩星烏鴉有什麼用 沒用的 當然阿伯的觀點還是都可以 本來你覺得能贏嗎 你兩星烏鴉能贏他嗎 不能吧 但是這波贏了 但是說到底還是都挺好 感謝五虎起飛了老闆送的艦長 老闆大器 打這家強度很高 但是我比他更陋 我比他更陋 鳳凰烏鴉力輸出 他突破不了我的前排 很帥 我這兩波不換這兩個東西上去 我是保不住連勝的 大家能感覺得到嗎 那兩家強度很高 一家這個 兩星的蝎子 我是沒有兩星的 然後還有一家是 他家是什麼 他家是兩星的塔姆 帶三迅龍的 對吧 我其實是贏不了的 下一波就要怎麼辦 下一波要補輸出呢 打誰 擺爛的 兩星EZ 兩星豬 裝備全核 三法 瑞茲 我們還要保一波連勝 並且把節奏拉起來 那怎麼辦呢 最後一波拉冷口 現在不要拉 現在拉了別的也會跟著你拉冷口 好 這家質量還挺高的 裝備全核 但他沒拉冷口 存了一波錢 我前排很漏 我前排兩格鬥兩戶圍 根本頂不住我的全盤 這個階段能打得動兩格鬥 加兩戶圍呢 他能打得動兩格鬥 也能打得動兩戶圍 但兩格鬥和兩戶圍 加在一起他就打不動了 你不要讓別人發現你拉冷口 遞一下意義大嘛 意義很小 因為它是一個銀色海克斯 然後你如果不遞呢 可以把這個流到4-2的彩色海克斯 或者金色去拿 因為他不會三銀的 那這時候拿什麼最好 因為你100血肯定拿不到裝備 小巨人是最好的 先拿了 然後為什麼拿小巨人最好 因為第一你100血你沒損失 第二玉龍 它這個陣龍的核心邏輯 就是中期打一波壓力 打到後期開出9玉龍 偶爾輸輸贏贏 就算輸也不會輸很多 然後靠血量爛個第二第三 那這時候你有更多的血 你就可以上9去追更高的 這個五費卡質量的外援過來打 就你要知道這個陣龍 它原理是怎麼玩的 我這前排好露 露到禮府 然後靠寒冰 減攻速 靠法暴無精的鳳凰 在那邊賴 就可以把它全部賴死了 啊 十奧玉了 我可以開六玉龍 但我感覺不是很好 沒什麼必要 隨時我剛看了沒有可以贏的人 我剛看了三家沒有可以贏的人 這個十奧玉我可能打不贏 他沒回復冥想十奧玉可能能贏 冥想兩蜜 兩蜜對我限制蠻大的 我打不動他前排 這輪輸了 我打不動了八包無精 哎呀一撕去 又有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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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排是真的囉 兄弟們 大頭你也算張牌 我這前排是真的囉 我這前排真的露得離譜 這能有消息 探坦無盡影血 這波最好是拿探坦 這樣都能贏 你看這兩格鬥上的有多重要 不好意思 我這波本來想拿探坦的 但他要這個大尖 他十奧玉他想要這個大尖 他胡了我就沒了 所以我不能給他 五玉龍六玉龍 兩後衛 這波是為了吃力氣 因為保不住了 我感覺這個連勝一星鳳凰保不太住了 兩星瑞茲 確實保不住了 兩星瑞茲帶科技槍青龍刀 保不住就賣了吃力氣了 六玉龍準備挑牌了 我除了十奧玉有點少 這個人不會再挑一張十奧玉 直接兩星捏了吧 那我就要想別的辦法 我就要玩別的了 他如果兩星十奧玉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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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得找科技槍玩龍女了 或者引血玩龍女去 幻形龍女 但這個難度就大很多 就不一定有分了 有沒有發現兩格鬥一下 立刻坦布不行了 不要小看這個兩格鬥 是不是立刻就不行了 被突破的很快 對吧 他們質量上來 我是要直接上輪口的 所以肯定要賣血 別打鳳凰 差點作弊了 真的 打不動了 52塊 他怎麼還養三迅龍啊 他還有Niko三件神裝 Niko 這個有可能轉龍女 這個就是鐵玉龍的 我覺得飛升可以的 看著多少槍 這邊留這個布龍的意義也挺大的 布龍會比日裡漏很多 這傳送門要消耗掉我兩件裝備 一件狂圖一件探譚 這肯定合不掉的 哇 這能真的 兩隻十奧魚了 這波4-2拉8他沒錢的 他很窮的 我知道他的經濟 他很窮很窮的 他這波4-2拉8真的非常窮 他這波拉8非常窮 他低了一張 又低了一張十奧魚 所以我要轉龍女了 我覺得我要轉龍女 還好沒有拿那個 拿飛升可以轉龍女 沒有問題 調張龍女我就轉龍女了 我甚至有可能 鳳凰打到底呢 綠龍鳳凰打到底 也不是不可以 我追個3鳳凰 然後吃個3-4-2-3這樣的排名 機是吃不到的 龍女兩星有機會吃 但龍女二不了 你這個經濟龍女怎麼二 龍女要二你得 你這個版本龍女節奏比較快 看龍女二你得 中間拿個升級了或者是嗎 找地 海盜 中間拿個升級了 兩星玉龍 他妮可都沒用兩星玉龍了 這個人真的很離譜 兄弟們 阿伯跟你們說 這個人真的很離譜 他妮可都沒用 錢也沒有的 就兩星玉龍 十奧魚了 兩星玉龍十奧魚 兩星妮可了 我可我不知道怎麼說這種 人是打不過狗的 真的說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 他妮可都沒用 兩星妮可兩星燒魚了 而且他上八錢一定比我少 他沒錢的 他只有十幾塊錢 二十塊錢左右 打兩輪最多三十塊錢 這人太離譜了 我這個還下不掉 現在 能不能給我也離譜一下 唉完美 我也離譜了一下 可以 那大家都 大家既然都離譜 那就沒事了 那可以了 那沒事了 兄弟們 那就沒事了 既然大家都離譜 那有什麼關係呢 那就扯平了 那我們扯平了 我們扯平了 裝備輕雨 四件裝 但是沒有我想要的 探坦狂圖分裂 這個可以 拉久不亞索 我的上限比他高 他沒錢的 這個B沒錢的 他除了現在質量高 他真的沒錢 但他質量是真的高 六玉龍三魔導 帶亞索 八輪口 我二十塊錢 我能上九 他上不了 所以我兩星亞索的話 兩星亞索兩星Niko 最終我九玉龍 我的質量是比較高的 我海克斯也比較好 就一旦進入到 大家都虎滿裝備的時候 我是打得過他的 他這質量能活到最後 我這質量也能活到最後 我這質量缺Niko 來個一星Niko 我就能活到決賽圈 我就一星寶石 帶個狂圖太low 我要就不��的 我已經不用地 鳳凰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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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 凤凰 這凤凰真的弄我 這版本有9玉一定要 由成分 六玉現在是 血過的 九玉是強的 我要打得动这种龙女我就得靠烧鱼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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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烧鱼也有点打不动 我得开个巴德三米 怕怕谁说烧鱼打不动 噢噢噢噢 死了没 双泰坦 怕他赢了 上95亚索 然后给亚索找装备 这东西换妮可成型了 然后再找个那个打龙女就切三米 不打龙女就上亚索 我往中间移一格吧 往中间移一格 不然很容易他直接就这样进来了 这不太好 咯咯 御动乌鸭 厉害 秘术转 能给吗 能给吃了 给我秘术转我吃了真的 冒险 给秘术转吃了 冰心 冰心我没什么用 反甲了 躲他情侣 躲兩家情侣 我先站左邊 最後一秒放過去 登速度放過去 這個站位就很完美 還是肯定往這邊打的 那麼我就躲掉了 我稍遠 我稍遠 他打不動啊 雙彈彈 我打不過他 還能幫我抬他 沒事沒事我賣得動 現在進入到玉龍的賣血期了 兄弟們 就是阿北剛跟你們說的 為什麼要拿那個 為什麼要拿那個小巨人 你看我現在不拿小巨人 我是不是58血 只有28血了 但我現在還能賣 我能賣上9 我有我上線 這玩意補個重傷 這家有龍女 這家質量也高 我等能抬他 我這個 缺個Niko太難受 他不死我了 很多牌都遞不到 打不過 少輸一點 輸兩個可以接受 49血 死不死啊 哥哥 你再不死我要沒了 你怎麼這麼能鎖 還冒火呢 他不死怎麼辦 我怎麼辦 又有個青銅刀 青銅刀有點蠢 我就缺兩斤 Niko 很關鍵 我前排不漏 這個一星寶石帶這裝備真的 有的搞 三秘書 巴德要點概念 哇 他這血奶的 稍微有點過分 哦 他死了沒 他怎麼還活著 你們誰能抬一抬他 我Niko沒有了 我感覺這個轉 要出事情 真的要出事情 51血 我有Niko的 有一點點角度 但不是很多 沒有科技槍 哇 又秒掉了 這家完全打不過 不是我法暴無禁也打不死他呢 他單位很多 我法暴無禁一波清不了兵 第二波扛不住的 算了不算了 這風險太高了 我感覺我要被他熬死 沒有兩星Niko 我的 扛不住 四秘書 我真的要不要熬死 怎麼辦 我太吃爛粉 先打 打不過他 有重傷嗎 沒有 巴德 我覺得巴德不要了 秘書很重要 還好吧 他的主要輸出也都不是AP 秘書不要了 哦 好快 三神龍沒什麼必要 三神龍你下什麼 你看看你下什麼 沒東西下的 我就是那個Niko被他卡死的 我們來說 三神龍你沒東西下的 寒冰一下 寒冰 巴德換露露 你那個 魔導不要了嗎 魔導增加這個施法頻率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下什麼都可以 都挺好 我這個 燒玉被誰在打 我血回不上來 靠奶媽硬奶一口 但還是要死 我壓鎖是真的嗎 可惜這個技能沒接上 別 忘了你 靠壓鎖斬了 帥 早就蓋上壓鎖了 這家怎麼還不死 他憑什麼能這樣鎖啊 我說不了了 他這種站位憑什麼能贏 要不是頂個兩星 兩星Niko 我感覺他根本打不了我 你這種站位 動都不動的 不是自殺嗎 死死死 能雙殺嗎 還沒幫我打幹 這家派克 他一死我Niko就來了 感覺馬上二了 這波是留藍buff壓縮 這邊如果有藍buff 我直接換一隻壓縮 然後自殺哪下 他先遠離他 也沒有很遠 我這個奶媽作用很大 能敲死他嗎 亞索哥 我感覺亞索不能死 亞索真的不能死 我得給亞索找個回復 或者那個 我得靠他斬壓 吃 沒事了 你看Niko拼命來 就被他卡死了 吃 九玉龍 他突然被我斬了 這個賽分 亞索太猛了 九玉龍就是要這樣玩 就是 艾伯剛剛跟你們說的 中期就開始 提節奏 後期選個什麼 經濟類的 早點選個經濟類的 或者後期選個小巨能 上九找兩星大碟 比如亞索這種東西 亞索巴德 巴德一般般 亞索厲害 亞索是大碟 玉龍一定要找外人的 玉龍你靠他本體是不行的 我打到最後一星尼克 我打到最後一星尼克